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而走上了热桌榜 遗憾网民们却并不买她的账 在网络上各种各样的骂她 虽然反感她的人许多 但是巨禁一的资源确确实是出奇的好 这是为什么呢 巨禁一的长相很出色 终究是有这4000年美女的称号 长相会少到哪里去呢 这个巨禁一自己的网民都说了 脸确实好娇小玲珑 肌肤的情况也超棒的 腰和腿确实好戏 连海岛国家的小伙伴们 都为她的长相投太多票了 这般来看呢 巨禁一的容貌呢 确实是当之无愧的 那么这一出色的容貌 也为她送过来了各种台本的资源 第二巨禁一有一个人设 那么便是桌 这个一桌又怎么会给她产生资源呢 这明显是给她小黑点呢 不必急 让我稀奇的到来 大家都掌握这个预演艺圈 各种娱乐节目嘛 就尤其是喜爱有意义点 话题讨论度 人气值 总流量极高的大牌明星 那么这种标准呢 巨禁一都是合乎的 她每上一次综艺节目都大会上热搜 而进而提升了娱乐节目的名气 提升了综艺节目的话题和话题讨论 那样粉丝们才会去看嘛 第三巨禁一本身的工作能力和勤奋 人气值也是离不开的 演艺圈那么多美女帅哥 为何巨禁一就能够遭受到金祖爸爸的青睐呢 回答是显而易见的 巨禁一自身的畅调工作能力就很优异 她会被别人称之为大花瓶 仅有本身专业技能扎实 勤奋用心才会累积到较高的人气值 粉丝才会跟随伴随着她 因此巨禁一即便被很多人反感 可是她的资源始终是不容易差的 然而这几个缘故呢也很真实 如果你名气高人气火的话有财气 那么你的资源都会不容易差到哪里去 那么大家是如何觉得的呢 快再发表评论区写出您的念头吧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